穿著華麗婚紗坐在馬車上向群眾揮手 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紀婚禮 看似像一場童話故事成真 但伊麗莎白二世萬萬沒想到 兒子、媳婦這段婚姻會出交 但從公眾眼睛的眼睛 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從開始的關係都很崩潰 其實女王有好長一段時間 都不知道查爾斯和戴妃的婚姻出現問題 等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 他們可以看到戴安娜 特別是在第一幾年 顯示了一些嚴重的行為 但他們把她放在新的生活中 和在皇家生活中調整 誰也沒想到戴妃秘密記錄超過十年的書 把這段婚姻逆星全抖出來 這也讓女王和親王因為家醜外揚 對戴安娜相當不諒解 而戴妃1995年的BBC專訪 讓這段婚姻像是潑出去的水已經無法挽回 女王也寫了一條文章 提出婚姻 這不是只婚姻在皇家的婚姻 那是未來的女王 這時期是女王最低潮的時刻 偏偏又遇上她最愛的住所 婚紗城堡發生大火 女王傷心的走過草地去看被燒毀的皇宮 沮喪的身影令人難過 但傳出要用人民稅金修繕城堡 當時在英國引發民憤 逼得女王不得不做出改變 儘管成功扭轉了大眾對君主制的印象 這時候又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大妃去世後 女王決定將家庭置於王室責任之前 選擇留在蘇格蘭照顧威廉和哈利 不過這時候民怨又點燃 民眾對戴妃的哀傷轉為對王室的憤怒 要求女王出面解釋 戴妃之死也讓女王學到了一刻 因為戴妃做到王室做不到的事 成為民眾和王室之間的橋樑 不過這段時期確實是女王最難熬的一段低潮 TVB的新聞總和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